西党关税局跨州速毒立功 成功侦破今年内全国第二大毒品案 其获总值217万令吉的各类毒品 西党关税局接获情报后 在6月17号清晨跨州到如佛 突击一所荒置的房子 不过当局监视有关房子两天 却不见人影 最后决定破门而入 发现户内藏有大量的毒品 决定破门ayer Pilatepsi 695 biji dan piliraminfai sebanyak 1,650 biji 警方相信這宗毒品案 和擊打州有關 毒販可能通過馬太邊界 從泰國走私毒品入境我國 目前當局已經援引 1952年危險毒品法令 調查這起案件 並積極追查 呼主和涉案人士的身份